好 再来看日本方面 日本共同社12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结果就显示 日本首校安倍晋三11号进行内阁改组后 支持率有所上升 但是反对安倍修宪的民意占有 安倍11号改组内阁后声称 将在其任期内竭尽全力达成修宪目标 之后 共同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电话舆论调查 12号 汇总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改组后的安倍内阁支持率达55.4% 比8月进行的上次调查高出5.1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 反对安倍修宪的民意比例高达47.1% 而支持比例为38.8% 调查结果还显示 在人们期待的安倍内阁优先解决的课题中 养老金 医疗和看护所占比例最高 达47% 随后是景气 就业和经济政策和育儿及少子化对策 在政党支持率方面 自民党的支持率为47.7% 比上次调查增加了6.8个百分点 立宪民主党支持率为10% 与上次调查结果相同